羈押处分其实是 最侵犯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 然后他还是在 这个特别是侦查中的 羈押是更为强烈 那羈押的理由当然是很多 但是呢在羈押的理由里面 实务上的运作 不管是法务部或者是我们这边 或者是司法院 都没有定出具体的操作标准 难免都是新政 然后自意解释 还有这种 只要是供犯还没到庭的 刚才那个被告是车手 就是说你其他商品集团还没到庭 马上就可以压了 其实它是毫无根据的 当时已经讲述了这么多的脉络了 那这个状况里面呢 检方要指扣人家被告有串正之余 要尽起责任 要证明被告如何可能 从哪些迹象看起来可能串正 或者是湮灭证据 而不是想象说 其他人还没到全部都羈押 那事实上因为 有太多的替代的手段 可以来解决这个包括聚保 折付 限制住居 等等可以替代积压 但是因为法律上 我们知道法律就是说 有事实认为 烟灭伪造 变造证据勾串 或者是逃亡等等 我们就可以这个压了 法律其实是很宽松 不过法律的第一个前提叫 有事实足以认为 那在这种状况里面 法律上其实宽松 所以造成后来的检察官 我觉得是习惯 习惯用积压来增加自己的时间 来找证据 那法院也轻易的就许可了积压 在这种状况里面 我们判决越来越严谨 积压的食物仍旧这么宽松 所以导致积压跟定罪 巨大的落差 不要让很多人这种随意宽松 虽然法条很宽松 但人家法条第一句就踩着 要有事实足以证明 所以这种状况要怎么样去处理 整个制度面 还有个别检查 还有检审之间 这样烂压的状况 导致破碎了这么多人的人生 却没有人需要负责 更不要讲国家还要赔偿 个案的操作上要更慎重 这很多都没慎重 你们也没求偿 重点是你们也没求偿 这个人家已经愿意补偿 已经确定了 你们也不求偿 因为讲要故意 要有重大过失 还重大过失 检查体系的烂压 真的是变成习惯 现行的改善措施无效 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制度面的去改进 怎么跟法务部合作讨论 这样子